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在协和医院做护士 她先在外科然后转到儿科 当时协和医院有一个规定 就是所有的女医生女护士必须要是未婚的 如果你想结婚的话就必须辞职 他们认为医务工作者必须全身心地投入 不能有分心 所以当时我的外婆是一直拖到了三十三岁才嫁给我外公 这在当时可算是超级大龄圣女 而且我外婆跟我说 她当时的很多的小姐妹都是终身未婚的 就是终身在协和医院做护士工作 没有结婚 到老了以后呢 他们就接班的互相养老 好 车太远了 我们现在回来说一下协和医院当初是怎么创立的 说到这里呢 我们就要提到一个人 他就是世界首富洛克菲勒 这个人我打算以后专门的做一期来介绍他 他的人生目标呢 就是尽力的存钱 哦 我说错了 尽力的赚钱 尽力的存钱 然后尽力的捐钱 他有一个好朋友叫Frederick Gates 这个人对中国特别感兴趣 他就多次向洛克菲勒建议去把一些钱投给中国 这应该好好谢谢这个人 后来呢 这个洛克菲勒在他后面40年里面 他捐钱最多的 那肯定是美国了 第二多的就是中国 在1909年 洛克菲勒派出了他的第一个考察团来到中国 当时考察团里面有两名芝加哥大学的医生 他们亲眼目睹了中国有多么的缺医生 多么的缺那些医疗设备 所以在四年之后 1913年当洛克菲勒基金会成立的时候呢 这个基金会就做出了一个决定 在中国捐资发展医学 在紧接后的一年 就是1914年 第二个考察团就来到了中国 这次这个考察团呢 目的很明确 他就是要重点看看中国的医学教育 他们走访了十几个城市和医院 最后写出了一篇报告 叫做中国的医学 这篇报告到现在为止也是特别特别有价值的一篇报告 那怎么样在中国创办医学院呢 当时的考察团给出了两个选择 第一个选择就是多办几所 但是呢标准一般 这样呢就可以快速地培养很多的医疗人才 当时中国不是很缺医生吗 第二个选择呢就是只办一所 但是是按照世界最高最高标准 培养顶尖人才 属于那种要树立高峰标杆的那种 但是数量有限 培养的人才也有限 洛克菲勒基金会呢最后选择了后者 也就是说办一所世界最高标准的医学院就医所 那么在1915年的第三个考察团就来到了中国 这次呢他们花重金买下了王府井的御王府 作为协和医院新建办公楼的地址 而且呢请来了世界一流的建筑设计师来设计 从美国呢运进了大量的建筑材料和各种医学设备 这次考察团里还有很多的美国医学界的名人 当时世界最高水平的医学院管理呢都在德国 美国人是跟德国人去学 然后很快的又搬到中国来 所以说协和医院从一开始就是站在了顶峰 代表了世界上最先进的医学管理水平 在1917年的9月 北京协和医学院正式成立 他的第一任校长叫做Franklin McLean 他曾经担任芝加哥大学医学院的校长 医学院是全部用英文教学的 他的入学标准是按照美国的标准 所以当时第一届协和医学院呢只招了7个人 在8年后毕业 那时候只剩下三个人了 所以你看他淘汰率非常的高 在协和医学院呢 他的及格分数是75分不是60分啊 当时协和医学院里面有一个词叫协和联 它就是形容学生们那种艰苦的学习生活 可以想象一下哈 所以只有这种方式能够筛选出少数的 极为少数的精英 在这个领域树立起几座高峰 这也就是协和医学院的精神 好 这期节目就做到这儿 谢谢你的观看 然后如果你喜欢的话 欢迎你订阅我的频道 好 下期再见 拜拜 by bwd6